钥匙 这里有山有水 鸟医花乡 然后在深圳的话都是能流 都是在往前赶 而我在这里走着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清净大自然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有益的一些紧整 一些转胺酶 还有高蛋白 所以它号称灯光买落 其实我回来的 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带动我们农村人 很多农村人能够有一份事给他做 因为在我们农村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企业 很多都是外出务工 所以我想把这一部分人能够留在家乡 给他找到一份好的事业 让他们能够在家里照看他们的小孩 不像我们以前 很多都是留守儿童 我现在如果我量要上去的话 后面的资金真的压力特别的大 有一些线下的很多都是进行先铺货 然后人家卖完了货再来接款 有些东西人家卖完货接款给我还好 像有些有个别的话卖完货还不给我接款 说实话在16年 他从他在深圳突然决定要回家办豆腐乳工厂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比较忐忑 不是非常支持 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好不容易从一个小山村走出去了 我真的就希望我以后我自己我的孩子 然后哪怕我的后辈都能够在大城市生活 可能是因为从小在山里面长大 我对于在相对于农村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农村来说 那个生活对我来说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愉快 其实回家乡应该在15年的时候 14年底15年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一直不敢不敢去实施 当时也非常害怕 因为真正走出这一步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经过时间慢慢的积累 我就在想三十多了 如果我再不去闯 我再不去做自己的一个事情 可能我就会在研发办公室 我就会可能四时五时 我都会待在里面 后面我看到他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持 在我跟很多人都觉得不能理解的情况下 一直在坚持着朝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梦想 在拼搏在奋斗 我觉得我自己也算也被他打败了吧 所以我决定好好的就是坚持我自己原来 在我自己工作的同时 好好地照顾好孩子 给他提供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后方 让他无后顾之忧 然后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